看看新闻网 前头的活动啊 包括一些发布会啊 请明星是必不可少的 那明星多了 他们其实各自也会有一点攀比的心理 有的人靠服装啊 靠现场的表现 一定是非常的用心啊 因为真的是靠一个细节 就可以强到娱乐的版面啊 那今天要说的是小沈阳 这一回呢 看到她好像有点独领风骚的感觉 到底什么感觉呢 看看 世界冠军天亮 心境奶爸陈小春 美艳女神熊戴玲 统统只能靠边 在这个将错就错的发布会现场 最亮眼的竟然是她 皮靴 花裤 大光头 人家小沈阳这回的打扮 可是一点都没跑偏好 其实对服装工对要求 还是蛮低的嘛 还是蛮低的呀 自己穿着 我又喜欢穿休闲的一类的 就是像大侠了什么的 许久不见的小沈阳 这次靠造型抢进了风筒 不过坏坏的主办方 还没让她嘚瑟够呢 就挨个让大家穿上了好奇怪的衣服 换上反串的围裙 还让各位比赛摇元宵 谁能独领风骚呢 这好像厨师第一手 小沈阳 陈小春太过柔情 直接出局 还得看咱们超级奶爸田亮的 反正田亮出最后一位了 您可以敞开了一位 作为世界冠军的田亮 怎么会甘心被面粉打倒 所以元宵还没成型 绝对不能停下来 我真的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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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大厨的大厨 灯灯灯灯 厨女座完美手工元宵出炉 我们的地区都是他们有儿 第一次要元宵 他们儿都包的 所以今天也是学了一下 就使劲而已 衣服不够时尚 咱靠家务也可以很出调 厨女座 会摇元宵的超级奶爸 绝对是居家旅行 必备良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